我等這一天已經等了三個多月了 不瞞各位說 其實我這三個月來是痛不欲生 我從來沒有活得這麼痛不過 每一天每一秒活下去 對我來說都是折活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我在25歲的時候 那麼年輕 我代表台灣得了中華民國小姐第一名 扛著國旗出國去比賽 贏得國旗小姐第二名 也最受歡迎講人員講 這樣子的名字 我把它看得跟我自己的生命一樣重要 為什麼這三個月痛不欲生 因為我父親都過世了 9月中開始 周玉寇跟蔡玉珍這兩位女士 就在節目開始不停的 網路也好 臉書也好 節目也好 盤沙攝影道 公開指名道姓 說我是匪文案的滾藏單 但是因為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覺得痛不欲生 我們提出聲明 他們還是繼續這樣子的攻擊 我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人 因為我不認識周玉寇小姐 我也不認識蔡玉珍小姐 平生樹妹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攻擊一個人呢 把人家衣服脫光了 丟到大街上 腳筋都砍斷 要跟我說對不起 如果你有女兒 如果你有媽媽 如果你有姐姐 如果你有妹妹 將心比心 你想不想知道我這三個月是怎麼活下來的 我不認識的人 我覺得殺人不過頭點地 但是你們把人家頭砍了 你們綁架的是我們的民節 你知道綁架殺人是很大的罪 怎麼可以在電視上十幾天綁架一個人的名字 所有華人的電視 網路都看得到我的照片 然後就算我在台書生意工作 我的老闆都會打電話來安慰我 化妝品的發表會 也要說我們是政商名流的餐局 連我嫁的人都有意見 對不起各位媒體們 我2000年到2007年結婚 我的小叔他2006年結婚的時候 跟連勝文他們變殷親 跟我有什麼關係 從9月15號他攻擊我到現在 到我們被公佈名字 我提出抗議的時候 9月26之後 他來這裡在現場 他對著空氣鞠躬道歉 我人都沒有道 我不知道他在跟誰道歉 連我們來暗邻都霸凌 從9月26號到現在 我沒有接過他的任何 一通道歉的電話 我覺得有一個人 可以這麼敏面人性 超越人的底線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社會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然後他們應該接受真正的 考驗跟檢查跟檢驗 有沒有資格再做媒體 Basketball 我 haven't 機會 都是 ,雷 雷